2020年3月18日 清晨的拉斯维加斯太阳照样升起 昨天是拉斯维加斯最值得刻骨铭心的日子 为抗击疫情 全城所有赌场将关闭30天 这在拉斯维加斯建成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今天是3月18日 是内华达州宣布赌场关闭商店 包括餐饮酒吧关闭的第一天 这里是拉斯维加斯Town Square的shopping mall 这里是拉斯维加斯 即娱乐餐饮购物为一体的综合型的时尚街区 今天这里的商家几乎全部关门 只看到一家商店在做外卖生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的股市再次下跌 全美确诊病例也超过7000例 新冠病毒已在美国全面爆发 除了这些坏消息 也有好消息 川普总统今天宣布 将启动1950年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案 这允许总统要求美国企业生产用于国防的用品 有利于加快口罩 呼吸机和其他必要设备的生产 另外 川普总统和财政部长穆努钦宣布 正在酝酿一项大型纾困计划 其中包括向美国人发送支票 支票金额可能是1000元 让我们一起共渡难关 让美国更加强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